今天听障搜查员白庄儒 要带我们认识一位听障画家林伟轩 她不受听力障碍的限制 画作充满了趣味温馨 而且不断透过办个展 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她的创作世界 原来李伟轩有做出新港 却没有见遇她的现份 透过她的演艺和画笔 不断交参办法展和大家分享她的心情 我们要多听病人的生意 要多接触不良的朋友 多接触性的打满 我觉得要帮你这个是卡房 当你卡房以后 我们的东西就会记载 你这个沙发会慢慢地卡壁 我觉得都是意想到我最大的地方 有代表达是瑜伽法 所以李伟轩每次开个展 好朋友与自己来立行 很多的艺术家 来骑着要的东西 要出名啊 要钱啊 可是她不坏 就是好像对她来说画画就是白丸 老婆 鱼 鱼 鱼 画后老公的李伟轩 画帮助跟她本人一样 婆婆又有感染力 你印象到头让眼睛 听上的妹妹召唤鸭姐姐 她在女儿找到了这方向 李妈妈很希望伟轩的预言 成立上其他听上歌的版样 所以我想要试试看 有没有办法引发她对这方面 会有好兴趣 然后看到她的下一步 会不会愿意多往这方面 多努力 多尝试 或许因为是不业 因为最有了海丑八三合自然的预言 为了她的压力 尽在自己所爱的领域中 自由奔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